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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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人机探测公司DRO下跌8.8% 换手率为0.4% 来看澳谷大盘 ASX200指数周五收跌0.9%至7347点 本周累计下跌1.2% 婴儿用品公司BBN在半年净利润下降66.5%后收跌6% 家禽生产商ING半年净利润下滑55%收跌0.4% ASX200股票近日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保险公司QBE上涨7.4% 牛奶公司A2上涨6.3% 旅游服务商CTD上涨4.5% 电付榜前三名分别是 先买后副公司SQ2下跌7.8% 内缘公司NHC下跌5.8% 地产投资公司CIP下跌5.8% 保险公司QBE22财年收入增长15% 领涨大盘 公司周五发布22财年年报 公司录得主营业务收入为238亿澳元 同比增长15% 主营业务利润为7.7亿澳元 同比增长3% 开股近日成交额为1.6亿澳元 收入于14.4澳元 物流软件巨头WTC 以6亿澳元价格收购铁路软件商 Bloom Global 今日物流软件巨头WTC 以4.14亿美元和6亿澳元的价格 收购了美国铁路软件供应商Bloom Global 这是其有史以来最大地比交易 并标志着其对路上物流的深入涉足 该股近日成交额为2400万澳元 收于56.5澳元 来看ASX200股票本周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包装公司ORA上涨17.5% 医疗服务商SHL上涨16% 煤矿勘探商SMR上涨11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资管商AMP下跌15% 建筑公司FBU下跌9.3% 银行CBA下跌8% 密分财富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CN定制在长青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